大家好,欢迎来到二人波小酒馆 本期要为大家分享一部非常冷门但评价很高的日本电影《修罗》 该配给片子日本的传统歌舞伎剧目 讲述了一个极其震撼人心的故事 电影里的爱与恨都是那么极致 只将热人间化作了一个个惨酷而疯狂的修罗场 电影的故事背景是著名的吃醉四十七意识为主复仇的前夕 电影的男主愿武兵卫正是其中一位立志为主复仇的义识 但因为一直筹记不到所需要的一百两钱财 武兵卫因此一直没有前去和其他的意识会合 同时为了显身耳目 武兵卫一直放浪心海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 然而久而久之 武兵卫渐渐习惯了这种浑浑噩噩的生活 再加上那时他偶然结识了一位年轻美丽的一级小万 从此以后武兵卫彻底迷伤了这位奉情万种的女人 小万也对武兵卫情深意厚爱爱非常 甚至说为了武兵卫他决定不再接待其他的客人 就这样一段时间以来 武兵卫沉浸在小万的温柔箱里 早就把复仇的大事抛在了脑后 原本为了加入到复仇队伍 武兵卫一直在四处筹措资金 而眼下为了小万 武兵卫却早已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都卖了个精光 当时家里有位忠心耿耿的老仆人巴有卫门 他动智武兵卫不甘沉迷女色 忘了自己的复仇大计 并苦劝武兵卫断绝和一级小万的关系 振作起精神 像个真正的无事那样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老婆人随后还掏出了一百点钱币 说这是家里的老乡们为了支持武兵卫的复仇大业 靠卖地和四处举债才一点点筹集起来的资金 武兵卫见此不禁感到万分的惭愧 也终于开始范然醒悟 随后在老婆人的建议下 武兵卫决定明日一早就去和大家会合 加入到为主复仇的队伍中去 不掉就在这时 查务的伙计三五郎突然遭访了这里 三五郎交给他武兵卫一封小万的亲笔信 并请求武兵卫即可前去查务和小万会面 原来当时有个有钱的武士非要为小万赎身 将他拒为己有 但小万心里只有武兵卫 宁斯也不肯侍奉别的男人 三五郎于是劝武兵卫无论如何去看望一下小万 否则这个痴情可怜又刚烈的女子 怕是会有性命之忧 武兵卫本来已经打算不再留恋这些男女之情 可听到小万对自己如此意往情深 他也实在不忍心看着小万遭遇不测 于是便不顾老仆人的一再阻拦 质疑要去一探究竟 随后武兵卫跟着三五郎来到了位于深川的一间茶屋 武兵卫隔正门凤旺去 果然看到一群人正围在小万身边 正在劝说小万忘记那个穷困潦倒的武兵卫 只要做了这位有钱五十的女人 日后有的是想不尽的好处 然而小万对此不屑一顾 他说他这辈子只爱武兵卫一个人 也只会接受武兵卫为自己赎身 小万的话也拿了众人的一阵嘲笑 因为武兵卫一直穷困潦倒 根本拿不出钱替小万赎身 他们即便相爱也毕竟是无果而终 武兵卫兼小万如此痴情 不仅有些感动 然而一想到自己兼有的这点钱另有大用 他也无可奈何爱莫能助 他本想一走了之 不料却被三五郎生拉近拽的拉进了屋内 那三五郎不停的怂恿武兵卫 说他一定会拿出钱来为情人小万赎身 但武兵卫此事非常清醒 并没有被三五郎迷惑 他说众人说的没错 他的确身无分文无法替小万赎身 他让小万忘记自己听从大家的意见 跟着那个有钱的武士过好日子才是人生的正途 不想拿小万却心如铁石 除了武兵卫以外他不肯做任何人的妻子 说着小万就拔出武兵卫的刀 一个劲的想要熏死蜜活 武兵卫无奈之下便非常认真地质问小万 他是否真的已经爱到了这种程度 小万听后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武兵卫见死顿时一股热血冲上心头 他随即将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百两认给了众人 说是要为小万赎身 从今以后小万就是他的妻子 这时老夫人刚好赶到 他赶紧劝武兵卫三思而行 然而武兵卫此时正在心头 更没听不进去老夫人的劝说 随后众人拿着钱财 信反义足地离开了这里 武兵卫也打算带着小万 去过他们夫妻二人的生活 不再管那些复仇之类的所谓无事的责任 然而就在此时 三五郎却突然说道 小万不能和武兵卫一起离开 因为小万早已有了丈夫 就是他三五郎本人 原来这一切不过是三五郎自导自演的一场阴谋 目的就是找个冤大头替小万赎身 知情耿证的武兵卫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武兵卫听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大声质问小万是否一切都是一场阴谋 小万羞愧难当 只说他们这样做也是事出有因 结果小万还没有说出原由 就被丈夫三五郎当场喝止 武兵卫顿时怒不可遏 说着就要把刀斩杀三五郎 但老仆人四死的将其拦住 并告诉主人说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不能在这里惹上麻烦 但为了出口恶气 老仆人愿意代替主人杀死这两个狗男女 然而此时此刻 武兵卫早已心路死灰 万念去灭 他最后还是拦住了仆人 就这样兴兴的离开了这里 随后三五郎和妻子小万大摆宴席 庆祝这次顺利的唠叨了一百两 而另一边的武兵卫越想死事 越是一肚子火气 被人骗走了钱财也就算了 连感情也被人欺骗 实在让他怒不可遏 难以释怀 这次小万和三五郎的仇恶嘴脸 一直在他脑海不停闪现 武兵卫最后忍无可忍 终于在心中闪过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于是那天晚上 武兵卫偷潜入到那家茶屋 他二话不说 见人就上 一口气连斩了五人 将参与这场骗局的人斩上了大半 然而骗局的主某三五郎和小万 却侥幸逃过了一劫 后来三五郎带着小万和他们的孩子 来到了父亲德友卫门的佛寺 并将这笔钱交给他父亲德友卫门 原来三五郎的父亲德友卫门 曾经也是前眼藩主的部下 后来藩主因祸而死 他也一直在想望设法 为昔日的主人复仇 当时已经有许多 决心为主人复仇的意识联合了起来 但还有一位名叫 传仓忠用卫门的人 因为一直缺少一百两费用 而实时没有参与进来 德友卫门正好打算 把儿子三五郎带来的这笔钱 送给那个传仓忠用卫门 为复仇大业住一臂之力 当时那个传仓忠用卫门 正好就住在这座佛寺里 但他最近好像心情不好 一直也没有回到佛寺 后来三五郎和小万 租借拿大舅子的一间房屋 便在这里暂且住了下来 生活虽然已经安定 但两人的心里一直有所愧疚 总是担心五兵卫会前来 向他们寻仇 结果说曹操 曹操就到 有天五兵卫果然带着一壶老酒 前来探望两人 夫妻俩一看到五兵卫 吓得赶紧下跪认罪 然而五兵卫这次并非前来寻仇 只是想见上小万一面 听听小万那美妙的歌声 小万不敢不从 赶紧拿起三位线 弹上了一曲 五兵卫听着这首熟悉的曲子 历历往事不禁涌上心头 想当初他和小万 如交四期恩爱无双 为了小万他不顾一切 甚至放弃了无事 起码的尊严 然而事到如今 只留下满腔的悲愤 在心中流淌不息 就在这时 小万的兄长无意间刚好来访 三五郎于是偷偷示意大舅子 赶快去报官 于是不一会儿后 小万的兄长带着官差 赶来这里缉拿杀人逃犯 吴兵卫 吴兵卫本以为自己当初 做得滴水不漏 便失口否认了所有杀人指控 不掉官差的手里 却有一件吴兵卫 当时杀人时留下的证物 这下吴兵卫白口莫辩 难逃罪责 然而就在这时 吴兵卫的老仆人 八有卫门突然出现 老仆人将吴兵卫所做的事 全都自己认了下来 并且还掏出了 和官差手里的证物 互为一体的另一半 当时吴兵卫当初 为了交房租 而交给老仆人的东西 如今老仆人正好以此为证 替吴兵卫认下了所有的罪行 掩盖人证物证俱在 官差也只好将老仆人抓到至罪 老仆人最后还特意让吴兵卫 亲自将她绑起来 并最后一次 苦劝吴兵卫 忘掉那个恶毒的女人 成为一个坦荡正正的武士 驱逐她应该做的事情 老仆人被押走以后 三五郎和小万再次跪地求饶 请求吴兵卫的原谅 吴兵卫说 老仆人的话让她颇为感怀 她决定从此以后 不再和小万有任何瓜葛 并请他们夫妻二人 放心享用自己带来的那壶老酒 说完之后吴兵卫承而去 三五郎见此不禁喜出望外 吴兵卫走后 他赶紧在眉口撒盐 去除晦气 后来小万的兄长来访 无意间喝辣几口 吴兵卫送来的那壶老酒 当时小万又在房中 发现了一张房屋结构图 原来正是千燕家的仇敌 所在的官邸结构图 三五郎被打算将这张图 送给父亲 以及那位船舱忠有卫门 好让他们顺利完成 替千燕藩主付手的计划 不掉小万的哥哥 却是千燕藩主死对头 那一派的人 他只想将此图报告给官府 揭发他们一群人的复仇阴谋 结果三五郎和大舅子 就此爆发了冲突 两人争想地图时 大舅子突然毒酒发作 怪侠阵来 为了以防万一 三五郎趁机勒死了小万的兄长 然而事后 三五郎又感到非常的懊悔 觉得自己实在有些对不住小万 便想要自杀谢罪 但小万这时 死死的拦住了丈夫 事情已经发生 他也不愿再失去丈夫 毕竟他们还有一个孩子 需要照顾 而且他们也需要 将这张图立刻送到父亲 或者穿仓忠有为民的手中 最后在小万的劝说下 三五郎只好带着地图 赶往父亲的寺里 而与此同时 五明卫在一处墓地 无意间看到了那些 死在他刀下的亡魂 他因此深受刺激 精神也再次陷入了一种 癫狂的状态 随即他又折回到小万的家中 看到小万安然无恙 并未喝下自己送了毒酒 五明卫顿时怒火中烧 并质问小万 他的丈夫三五郎的下落 小万看到五明卫满脸杀气 不敢如实相告 此时五明卫又看到了小万 年幼的孩子 他愈发的火冒三丈 痛斥小万既然有了家事 为何喊要假行经的 欺骗他的感情 随即五明卫又看到 小万手臂上的刺青 早已换了样式 当初那个刺青的意思 是此生只爱一人 可现如今 那个刺青的意思 变成了对丈夫三五郎的情谊 五明卫本来以为 小万对他一开始 也算是情深意厚 然而现在看来 从一开始 他只不过就是小万的猎物 得知了这些以后 五明卫彻底绝望 对小万再无半点留恋之情 此时此刻 无尽的愤怒让五明卫 变成了一个 失觉澄清的恶魔 他随即残忍地 杀死了小万年幼的孩子 小万见此悲痛欲绝 他通知五明卫毫无人性 形同恶魔 但五明卫却说 正是他们两个 将自己变成了可怕的恶魔 说着五明卫就收起刀落 毫不犹豫地又斩杀了小万 随后五明卫带着小万的头颅 回到了住所 当时三五郎的父亲 看到有人来 还以为是前来抓三五郎的 他赶紧让儿子三五郎 于是将地图和一百两 送到到五明卫的手中 原来所谓的传仓宗友卫门 其实就是五明卫 他为了掩人耳目 这才一直使用五明卫这个化名 这样看来 三五郎非尽心思 想要从五明卫身上 夺走的一百两 到了最后 却还是要送给五明卫 也就是传仓宗友卫门 三五郎听后赶紧钻出了木桶 三五郎也不仅感慨万千 这可真是糟话弄人 命运给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如今钱还是那笔钱 而许多人却为此命传黄泉 五明卫随即将小万母子 惨死于自己之手的事 告诉了三五郎 结果三五郎听后 立刻精神崩溃 他已经杀死了小万的兄长 如今小万母子也悉数惨死 三五郎顿时失去了 所有活着的意义 最后三五郎带着万分的悲痛 和嘲弄的心情 愤而自尽 他并没有立刻死去 在痛苦的挣扎中 还请了他的妻子小万 五明卫最后捕拉一刀 结束了三五郎的痛苦 此时此刻 五明卫也长出了一口气 他实在难以置信 命运这般无情的嘲弄 就在这时 寺院里想起了壮重的反应 五明卫离开房间 缓缓走进了无边的暗夜之中 从那以后 五明卫不知所踪 后来他的名字 也没有出现在 吃醉复仇意识的名单之中 电影也到此结束 本片改编自 第四代河湖南北的 购物剧剧目 《蒙三五大切》 该片也是日本先锋导演 宋门君傅金勇的 四部长片电影中的一部 电影的场景和人物极其有限 在诸多狭小灰暗的空间里 引导出来一幕幕 震撼人心的人间修罗场 电影的结尾也可谓是神来之笔 将无边的黑暗与荒诞推向了极致 将所有的爱恨情仇 全都置于一个空患 虚无的徒劳之中 让人们突然有一种 被无情的命运 嘲弄的感觉 总而言之 这是一部凛冽而深邃的电影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